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微分方程的考点三 考点三看 会用间接法解下列形式的微分方程 所以它主题主要是哪两字呢 是间接,那解几种呢,解三种 所以你就记住这三种类型 把这个间接法去解我们以后遇到的这些高阶微分方程 主要是以后遇到两种 二阶微分方程 一种叫什么,不显寒Y 一种叫不显寒X 那当然还有一种更特殊情况 第一种 你Y的N接导等于什么,小FX Y的N接导等于小FX 这个Y的N接导等于小FX 各位,这个简单 不用交你也懂 对吧,那你说为了把Y解出来怎么办 我怎么去求解 就两边接N是吗 看了没 这么两边接N是 所以你像课本的立体6这种 5Y的三阶导等于多少,E的X米加水加3X 那求5Y 这个会不会 左边位置函数最高几阶导,三阶导,那我怎么解呢 我是不是两边就G3次 我两边G3次 我G3次第一次5Y就等于多少 E的X米加减cosX加C G次是不是变二阶导 C1 对吧 来,再来 两边再次对X几次分 变几阶导,变一阶导 三阶变二阶,二阶变一阶 再几次分 减3X 加CX加水加C2 两边再对X几次分 变五万 等于多少 E的X米G 加cosX加C1X平方 二分之一 加C2X加C3 不结束了吗 当然了 你还可以把这二分之一C1统一写成个什么 改成个系数 就搞定了吗 你对不对怎么看呢 对不对 这需要把外求导求回去三次 看是否等于它 看没有 这里可以改啊 改C 把二分之一C看整体改C就够了 所以这个简单 我们就这样提提就可以了 那第二种呢 各位 第二种是Y连扁 等于多少 FX到号 Y一扁 这个怎么剪 这种方程叫 不显寒Y 你不能剪它没有Y 没有Y哪来Y扁 哪来Y连扁 看到没有 所以只能怎么剪呢 这个叫什么 叫不显寒Y 那预算这种方法怎么办呢 所以刚才想起我的主题叫什么 降阶法 我们前面有什么功底啊 我们是一阶学过好几种啊 看能不能把这样二阶变成一阶呢 哎 我们说可以的 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变呢 你这个时候就另 Y一扁等于P 另一阶导数等于P 那你看 Y两扁 自动不是变成P扁了吗 不是建下来了吗 所以这方程就变为什么 原方程变为 P扁等F XP 这个方程就叫几阶 一阶 一阶然后用前面前半阶课的解法 你看他到底是一阶 所以哪一种 可分离变量 其次 一阶线性 非其次 再去对他定义他的类型 有了类型就有固定的解法 所以看到课本的立体几 立体七 看到课本的立体七 立体七 他解方程XY两扁加水 加Y一扁等于多少 四倍X 来求解Y吗 求五分方程的解不就求Y吗 你看二解 不显寒水 不显寒Y 所以那解法是固定的解 你就把刚才这句话抄写下来 令Y扁等于P 那Y两扁是不等于P一扁 Y两扁是不等于P一扁 带进去 一带进去 马上得到X乘以P一扁 加上谁 加上P 是不等于四倍X 好 这属于什么 温方程 能看出来吗 你看你画简像 我两边同时除以X 不就得到P一扁 加上X分之一的P 等于多少 等于四啊 看到没有 你现在听课可能反映不出来了 那你前半阶课 对不对 你前半阶课可能没有熟练嘛 所以我们讲的一阶里面哪一种啊 一阶里面是不是有种 怎么讲 叫Y扁加上PX Y等于什么QX 这叫一阶线性非其次 看到没有 穿个毛衣坐这里 然后感冒 当然今天还有点感冒了 好多了 这个方程嘛 这不过他现在一导数是P扁 他不是Y扁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这方程还记得吧 Y通缺等于中的 E的负的PXDX 括号里面的大积分号QXE的PXDX DX加C括号 来 所以这里的把公式里的Y改成P E的负的PX等于多少 是不是X分之1DX括号QX是一个数 E的X分之1DXDX括号加C括号 来求解一下 E的X分之1元素LowinX括号 4倍的E的LowinXDX加C括号 E和对数抵消掉 X分之1括号 里面呢 E和对数抵消掉 什么就叫4XDX加C括号 搞定了没有 X分之1 4X的元素 2倍X方 你把X分之1放进去 那就变几倍 2倍的X 对不对 加水 加X分之1 所以这是P的结果 看到没有 这是P的结果 接下来呢 这是P的结果 P是什么 P是YP P是YP YP等于它 那Y等于多少 再对X基石 右边等于Y 对X基石 平方 对X基石 CLowinX 再加个C1 好了 所以最后 这个微分方式的通解 你就显示这个样子够了 不难吧 所以听到这里 会感受到 这部分 是整个微分 学到现在 也是在整个考验角度来讲 最简单的部分 你看这个立体机 如果那个循规导矩 我们就这么解 但各位看到没有 你看立体机啊 我们还有更好的解法 更好的解法在哪里 XY连比 加YP等于多少 4倍X 你没有发现吗 这个微分方针左侧 你好好看看 这微分方针左侧是什么 是两函数先程求导的结果 反映出来没有 它是不是刚好是一个两函数先程求导出来的结果 你看你YP全反导是变Y连比 YP全反导是变Y连比 你X全反导是刚好变成1 X全反导不是刚好变成1吗 已经是配好了吗 所以能不能这样呢 不用什么另什么YP等于P 换个角度 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不会写成X乘YP 括号的导书 对不对 等于多少 4倍X 那你XYP等于多少 2X方加C 两边再积分 我全反导等于4倍X X乘YP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2X方加C 它不就等2X方加C了吗 看到没有 你看到这里 我是不是一步可以搞定YP等于多少 2X加上X分子是谁 你看没有 跟你刚才自己辛辛苦苦计算出来的YP怎么样 是一样的 你看没有 这就我告诉你 你这基本计算熟练不熟练 是不会影响到你解题速度 今天可能反应不出来 但你放心 总有部分同学 未来你可能这样提是这样做的 太敏感了 XYLAMP加上YP 明显不就XYP 脸含数仙称的导数吗 所以这需要干什么 逆线回来 把脸含数仙称求导法则 逆线反推回来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未来有很多题 我们都可能需要用这一步的思维过程 所以引起你注意一下 这67的方法点击这里 用红笔特别把它画下 好 第三种方程 无垠方程里面第三种 所以哪种 YLAMP等于F5Y 逗号5YP 这个方程看没有 你瞒眼看过去 它没有哪个字吗 没有X 所以我们把它怎么剪 这种叫不写 和X 这种叫不写和X型 不写和X型怎么办呢 有东西 那我就学习刚才 把Y撇看成P Y两撇不就P一撇吗 各位你注意了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用特意剪它 它肯定是不行这样的 所以这种特殊料技 一般料会 预算这种不写和X的 各位你只能怎样做呢 LIN Y撇等于多少 Y撇等P 这不是一样的 但是Y两撇呢 二阶导数怎么写 你不能说写成P撇 你写成P撇 你做不 解不下去了 那Y两撇 来首先翻译一下 二阶导数怎么写 是不是一阶导数 对自并列 X在求导 这不定义吗 是不是DY撇比成DX 由于你Y撇现在等于P 你还可以写DP比成DX 你不是没有X吗 既然没有X 你干脆让它永远就不要出来 永远回避掉它去 那这里会怎么回避它呢 这里DP比DX怎么回避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 等于什么 DP比谁啊 你不是有5A吗 把5A引出来 DY比成DX 我把Y引出来 DP比DY再称DY称DX 而各位这里的 DY比DX 那这里DY比DX 是不是就是写成Y撇 那Y撇是谁啊 Y撇是P 所以写成P倍的DP比DY 看到没有 所以接到这种不写上X 听好了 你接到这种不写上X 你令了YP等于P Y连平等于多少 等于P倍的DP比DY DP比DY 所以这个要记住的 这个要记住的 你这种记住了 那你去解答 那解答是一点都不难的嘛 你能感受到 那如同这 以前初中学的 AX方加BX加C等于 先告诉你 DX大于0 它是不是有两个不等的根 那就是两不等的 X1等于多少 X2等于多少 那倍就可以了嘛 所以你看到 立体八课本的 68页 12年停控体 看没有 它经历求 我用方程 YY两撇加水 加Y撇的平方等于 满足初始条件告诉你 请求特解 初始条件告诉你 肯定求特解 那这个方程 几接二解 不行 不行还什么 不行还X 所以不行还X 看到没有 不行还X 那不行还X 怎么办 把该自动化一抄起 解 你熟练以后就写两句都够了 另外Y撇等于P 那你说Y两撇等于多少 P倍的低P比DY 这个过程不用再抄写 带入原方程 带入原方程 带入原方程就得到 来 Y造型 Y两撇的 P倍的低P比DY 加上Y撇平方 是P平方等0 看到没有 两边同时把P抵消掉去 那不就得到Y倍的低P比DY 等于多少 等于负P 什么方程啊 可分离变量 这不就是可分离变量 微分方程吗 看出了没有 你可以怎么写 低P比上P 是不等于负的多少 低Y比上Y 低P比上P 是不是等于负的低Y比上Y 对不对 怎么办 我左边对P级 右边对Y级 LowingP 等于负的LowingY 加上LowingC 哦 那么搞定了 P等于多少 P等于C除以5 而P是等于什么 P是Y撇啊 做到这里 能把C搞定 为啥 初始条件告诉你 来把初始条件带进去 它在X取0的时候 Y撇等2分之1 那就带进去可以了 就Y撇在X取0的时候 等于多少 等2分之1 带入 带进来 Y比等于多少 2分之1 C比上Y Y是等于什么 Y等于1 会吧 一次条件还告诉你 Y在X取0的时候 等于1 所以计算出来 C等于多少 C等于2分之1 你能搞定 C等于2分之1 所以这个时候 怎么写 Y比等于多少 什么等于 2分之1 乘以5分之1 这方针就变成 这方针叫可分离变量 微分方程 可分离变量 微分方程 DY比DX 等于多少 2分之1 Y分之1 所以怎么办 你把Y放一边 X放一边 你就得到 Y倍的DY 是不是等于2分之1倍的DX 在左边对Y机 右边对X机 反应过来没有 左边能多少 2分之1 Y方 右边呢 2分之1 X再加个C1 你可以灵活点 干脆写成什么 干脆写成 2分之1 细数嘛 随便贴了 那这样就可以干脆写成 5Y平方等于多少 X加C1 细数随便贴 天2分之1 是不是同时抵消掉了 对不对 当然你要这么讲 你2分之1 同时抵消掉了 C1还是C1 你或者刚才这里 不听2分之1 你这里原来就写个C 那我说Y平方 也等X加上多少 一个数啊 这个数干脆就写成C1 得了 你不用管那个两倍的 对不对 你可以把两倍的C 写成C2 道理是一样的 好了 再插这个系数 带进去 你在X取0的时候 Y取1 带进来 X取0的时候 Y取1 C计算出来 是不是也等于1 解释完了没有 这就这个微方方程的特解 我们用引函数表示就可以了 Y方等于X加1 看到没有 好了 你看这道题啊 我们可能在这个阶段 你都会这么循规导具 这么做 那你会这个也够了 好不好 你现在会这个就够了 我能看懂 这叫什么 二阶方程 所以哪种 可见解里面 三种里面的 不显寒X这个类型 你不显寒X怎么解 另外Y撇等P Y连撇等多少 当然最后站在考试的角度 我们看到这样 今天真的不一定就要这样写 对不对 你看到这里 Y连撇加水 叫Y撇平方等 而游连中之定理的证明啊 就考过到这样的题 能反应过来吧 只不过他没有写Y 他写FX FX连 连撇加上FX一撇平方等 去证明这个方程 有两个不同的根 游连中之定理证明 就这么问你的 所以你看见到他 你可以显然什么 你要受前面那道立体影响 各位 你要受前面那道立体影响 那你看这里是不是 Y连撇加水 加Y撇平方 这样写 这样写完怎么减呢 各位Y撇球板倒是5A连撇 而Y球板倒是不是变成Y撇 看没有 这两函数先成球导的结果 所以就等 等于什么写 谁啊 5A 5A撇 括号的导数 问自己 什么时候能够反应这步呢 什么时候可以把这步反应出来 看没有 诶那这门课真就复习的可以 你5A撑5A撇的导数 等于 我们就可以推什么 5A撑5A撇 等于什么 一个数C啊 看了没有 看我们一步到位可以跨到这里来 对吧 就把原本一个二阶方程变成个一阶方程 那变成一阶方程以后 各位 Y撇是 DY比 DX 等于C 你看一步到位就是YDY 等于C DX 你看没有 就变成我们刚才求解的过程 你看那省去了多少步骤呢 所以通过这两小题 你不仅仅学会在可间接文明方程的标准解法 后面的这些过程更要引起你关注 这过程更要引起你关注 好不好 关注考点 我们捡到这里 后面7T7.5啊 你觉得不熟练就找几道题点了 你觉得可以的话 算了就可以了 记住他解法的够了 好 我们继续剪 接下来看到考点4 微分方程的考点4 那你求什么呢 求二阶 禅系数微分方程的 求解 就学哪个 Y2N匹加水 加PY1匹 加水 QY等于FX 各位先对来讲 这在微分方程里面是考的最多的 那有的时候那个停控体啊 就给你来到这样的方程 那你写出它通解 也可以借助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和高等数学别的支点综合在一起 比如说 未来我们会做到这样的题 与多元函数求导数综合在一起 先给你个多元函数 我求偏导吧 偏导两次一球啊 求完以后 发现它可以满足一个这样的微分方程 后面也可以与什么 无穷奇数综合在一起 那你先不要管了 我们先学会什么 给我一个这样方程 我们怎么去求它的解呢 那这是首先第一块 先学什么 这叫非其次 非其次先要学学什么 学学这个其次方程解 这个其次方程解怎么解呢 那你先想 假如对不对 某一天 以前啊 很早 对不对 很多年以前 当我们的专业课上出现一个这样的模型 这一个位置函数的二节导数 加上一个数 匹倍的一节导数 再加上Q倍这个位置函数 对不对 只要是假设它了 它怎么假设呢 是哪种函数会满足这样的微分方程呢 你看它二节导能加它一节导再加上函数本身不动 所以开始怎么去猜测呢 我们是猜测这个函数等于什么 一个指数函数 另外等于E等nm的X 这个Y能不能满足方程呢 你带进来看看 对不对 能满足就可以把那个nm的求出来 nm的求出来 我这个方程解不就搞定了吗 所以你看Y等于它 Y一接导呢 二节导 你把它带进来 各位把它带入 一带进去得到 各位 由E等nm的X是不单位 所以就得到一个这样一元二十方程单位 而一个一元二十方程的求解 不是中学水平吗 所以这方程怎么求解 转化成什么 nm的平方 加P倍的nm的 加上Q等 各位我们把这个一元二十方程 就叫做原本这个微分方程手对的特征方程 回到中学里面去 而这个一元二十方程 各位中学就学过了 它的解分几种 解是个分三种 第一种 德塔大伦 看到 德塔大伦的时候 它就有两个不等的根 那就表示 E的nm的1X米是原方程的解吧 E的nm的2X米也是这个方程的解 你为了把这个骑士方程的通解写出来 那你需要怎么写呢 那你是不是需要写个Y等于C倍的塔 加水C2倍的塔 写个CC2 谁是要什么 任意的数了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因为这样写才满足通解的定义啊 你几节方程 你二节方程 二节方程 我就用什么 两个独立的系数 何为独立呢 就你后面连着 相乘的这两个解是什么 线性无关 有的人问 那什么叫线性无关呢 线性无关就这两个函数一比 三角形和框框一比 不等于个非零的数 不等于个数 你知道相比不等于数 三角形和框框什么关系 线性无关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德塔等零 德塔等零是不是有两个相同的解啊 好 有两个相同解 有两个相同解 那这个时候通解怎么写呢 你就不能仿造第一个案子了吧 你仿造第一个案子 就不满足通解的定义了 这个时候别人发现 既然e的nambdax 你看 nambda1得nambda都得nambda 既然e的nambdax 是原方程的解 那我x倍的e的nambdax 也为这个方程的解 而这两个解现在就线性无关 因为他们一比不等于数了 所以把它们拼在一起 c1倍的t加水 c1倍的t 所以说y可以怎么写 c1加上c1倍的x 括号 乘以e的什么nambdax 单data等零 第三 data小10 各位 单data小10的时候 在十数范围里面 是不是就没有解了 十数范围里面 不就没有解了吗 十数范围里面没有解 那它就应该有虚数 它的根应该会出现虚数 记得吗 中学是不是学过这个符号 i方等于负1 所以出现负数以后 也可以开根号 好 那这个时候 求解出来nambda1 nambda2 等于多少 等于α加减βi 假如求解出来 好 那你求解出来 nambda1有了 nambda2有了 n到底学第几个写 通解怎么写 是不是学第一个 写成什么 y等于多少 ce的α加βi 括号的x 加水 ce的α减βi 括号 x 我还是不可以这么写 学第一个 因为你nambda1 nambda2 不就有了吗 但各位你看到没有 我们课本根本没有这么写 这么写 各位 你就超过我们这门课的要求 我们这门课是研究什么 初等函数 我们定义仅仅在什么 十数范围里面 对了 你能不能给我推广到 虚数面去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 要令欧拉公式 令欧拉公式和解的机构定理 把这个改写一下 可能又问了 欧拉公式怎么办呢 解的机构定理怎么办呢 你不用管了 这个问题我们在暑假给你那本书上 在暑假的教材上写的这段话 说为什么1元20方程单 德塔小零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的通解写成了y 等于1到2法x 括号C1cosβx加水 Clsinβx 为什么会写成这个样子 你不用管为什么 你想关注为什么同学 你暑假看看那段话 其实这个无所谓的 这个不会考你的证明过程 你记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你记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你记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种题 你有什么学不会呢 例题9 看到没有 这种题你有什么学不会 他乱去求解下列 其次方程通解 这叫求通解 所以我们怎么讲 叫二阶线其通 求解到初中 听到没有 什么意思啊 就二阶线性 其次微分方程的通解 是求解到你初一初二学过的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 看没有 第一小题 y两匹加水 两倍的y匹 减三 y等于 求他通解怎么解 一元二次方程怎么解 二阶导数对应的平方 一阶导数对应一次米 一 原函数就改成个系数够了 单位 你看 这个中学内容吗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分解 是nm的减一 乘以nm的加三 单位 nm的一等于一 nm的二等于负三 你看没有 所以套第几个 套第一个就不够了吗 所以这个通解怎么写 C1E的X米加水 C2E的负三 X米 C1C2为论一的数 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男子一看的课本 一万二十方程怎么写 是不是变成nm的方 加两倍的nm的 加一等于 这变成它了吗 这不就nm的 怎么写 nm的加一的平方等于吗 所以它data等于0 都等于多少 负1 所以通解怎么写 Y等C1加上 C2X括号 乘1的负X 4米 C1C2都为什么 认一的数 简单吧 你不要小看他 听空题有的时候 四分就这么考 你也有部分同学 三分之一 走我同学也要错 第三小题 一元二十方程怎么写 nm的方加水 两倍的nm的 加水加2等于 看到没有 这时候data等于多少 等b平方减4ac 小于0了 小于0了 这时候求解 怎么求解呢 nm的1等于多少 那公式记得吧 2a分之 负b加减根号 b方减4ac 中学的求解公式了 那真不要忘记 对不对 所以带进去 等于a等1嘛 b那2 负2加减根号 b方减4ac 你看 4减8 负4 各位 负2加减 负4开根号等于多少 什么等于2i i平方等于负1 对不对 所以除以 再分解一下 是负1加减i 各位 负1加减i 注意 这是写成什么 α加减βi 所以对这道题来讲 α等于负1 β等于1 所以它通解怎么写呢 e的αx米 负x米 括号 c1cos βx加水 c1sin βx 就这么写 c1c2为任意的数 好了 关注卡点 我们就剪到这里 关注卡点 我们就剪到这里 至于负1c1c5